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纯亡齿寒 春秋初期 金宪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 就找借口说临近的国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边境 所以他要派兵灭了国国 可是在晋国和国国之间隔着一个渔国 讨伐国国必须经过渔地 怎样才能顺利通过渔国呢 金宪公问手下的大臣 大夫寻息说 渔国国君是个目光短浅 贪图小利的人 只要我们送给他价值连城的美誉和宝马 他不会不答应借到的 渔国国君见到晋国使者送来珍贵的礼物 顿时心花怒放 听到寻息说要借到渔国之事时 马上就满口答应下来 渔国大夫公知齐听说后 马上劝阻道 不行 渔国和国国是纯齿相依的禁令 我们两个小国相互依存 有事可以互相帮助 万一国国灭了 我们渔国也就难保了 俗话说 唇亡齿寒 没有嘴唇 牙齿也保不住啊 借到给晋国万万使不得 渔公说 人家晋国是大国 现在特意送来美誉宝马和咱们交朋友 难道咱们这条道路 让他们走走都不行吗 公知齐连声叹息 说道 渔国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 公知齐为了保全家人 连夜带着一家老小离开了渔国 果然 晋国军队借到渔国 消灭了国国 随后 在回师的路上 又把亲自迎接进军的渔国国军抓住 灭了渔国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